这是我看过最虐心的一对情侣 只因小小的一次误会 分手的两人却因双方父母的再婚 让他们成了住在同一屋檐下有缘无分的兄妹 可两人却依旧深爱着对方 不甘心的姐女只好一遍遍地喊着男主的名字 扑倒在男主的怀里享受短暂的二人世界 就在刚刚 男主一家人回到老家参加家庭聚会 自我介绍时 姐女认识了堂姐元香 然而元香一上来就抱住了男主 看着两人亲密的模样 姐女似乎明白了什么 到了晚上 大家聚在一起吃饭 而这里的习惯是喝通宵 于是在元香的告知下 姐女来到太爷爷的书房 看到姐女过来 男主也意识到时间不早了 和尚没看完的书准备去洗澡 原来这本书是他太爷爷的自传 名叫西伯利亚的舞姬 书里大概讲述了太爷爷当了战俘后 在西伯利亚挖了两年半土豆的事情 至于具体的内容 男主建议姐女自己去看 于是将书交给姐女后 男主便打算先去洗澡 可没走几步 姐女突然问男主 是否还有其他人读过这本书 男主却表示好像就自己看过 因为自己找到的时候 这本书被藏在书房的最里面 看着手上这本只有男主读过的书 姐女陷入了沉思 她怀疑自己根本没资格看 一番思想斗争下 姐女还是看了起来 直到快看完的时候 泪水不知不觉一满眼眶 眼泪滴落在那泛黄的书液 当姐女反应过来准备擦掉时才发现 书上早就有了别人留下的泪痕 这让姐女仿佛看到了男主小时候 独自一人坐在这里看书流泪的场景 也就在这时 男主洗完澡回来了 在书中故事的触动下 姐女很想知道男主的初恋是个什么样的人 文言男主表示是个爱笑的女孩 这让姐女瞬间联想到了她的堂姐原香 到了第二天 姐女和原香一起挑选着明天要穿的御衣 看着心事重重的姐女 作为过来人的原香看出了端倪 直言不讳的就询问姐女是不是喜欢男主 听此姐女吓了一跳 看到这样的反应 原香心知肚明 于是她准备帮姐女一把 在她的安排下 两人有了独处的时间 现在的姐女心中充满了悔恨 男主曾经的温柔不断在眼前浮现 想着要是当初没有分手就好了 似乎是看穿了姐女内心的想法 男主在这一刻终于不再懦弱了 两人一抱就抱到了晚上 姐女向男主坦白 表示得知男主的初恋是原香姐后 就非常吃醋 总感觉自己要做点什么才行 文言男主十分疑惑 因为他都不知道自己有喜欢过原香姐 也许不是因为天心 不观看 想说明后 发现不凰确定 有感染的发生 但是你 基本性能不能不错 不肯肯定下误 看见 鼻水您回来 啊 诶 嘴 什么 什麼事? 因為你像是孩子 所以說說 什麼? 愛情是很會笑的